監視器畫面中看到一輛貨車 只是就往路邊停車追撞上去 完全沒有煞車 被撞的小貨車還被推撞往前 最倒楣的就是燈桿直接被撞倒 來在這裡蹦一下這手蝦 撞到以後 整個就是往前面再撞過去 開車不知道是太累還怎樣 往南未注意車前的狀況 凌晨四點多自信路上 突然傳出兩聲巨響 原來是小貨車追撞貨車 居然連燈桿都撞斷 車子才停下來 而高雄這名騎士停等紅綠燈 才在聊天 看到眼前一輛機車闖紅燈 燈闖過了 卻直接朝人行道撞上去 自己催右門撞人行道 連人帶車摔在馬路上 路上騎車真的要注意 還有同盟路上這名騎士 要騎車出去買飯吃 結果一輛機車 突然騎出慢車道 騎士根本煞不住 騎士摔了一個人仰馬翻 轉頭才看到是一名富人 他要騎出車道 卻不看左邊有沒有車 我出來有裝 你先都沒有 他就有電啊 然後我一直 哎呦你腳怎麼弄就這樣啊 劉女騎乘機車 沿真行道騎出道路 乘女剎車不急 造成雙方碰撞 女騎士直接撞上 剎車不急 結果手腳擦錯傷 雙方都因為沒有 注意車前狀況 照獲 讓女騎士說 真的好衰 這下連飯都沒得買了 記者金線中 林智慧高雄報導 我是戴力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